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這條新聞呢 讓大家看一下 今天呢 今天中石聯合呢 都是以去年的 台灣的十大的死亡原因 那這個十大死亡原因呢 第一名呢 還是Cancer 所以當然大家 因為高齡了之後 老化老化是Cancer最主要的原因 另外呢 飲食環環境 比如日本要要要排放呢 河廢水 台灣到現在為止呢 沒有沒有沒有反應 待會兒聊一點 不過呢去年 去年台灣的2022年 超額死亡超過兩萬人 這個這個超額死亡呢 因為新冠了 有有的有塞 有的人沒有沒有沒有塞 尤其有的人呢 有的有的人是有併發症的 所以所以到最後 當大量死亡的時候呢 其實其實到底是什麼原因死亡呢 在當下其實搞不清楚 那在個別的統計上面來講 這個人死因到到底是什麼 講不清楚 可是呢 如果去最後呢 去從人人口的總量 去說跟過去的數值來看 超額死亡數是準的 超額死亡 好那 嗯 去年的去年的超過死亡人數呢 兩兩萬人 兩萬人 基本上就開始同時排進了去年的死亡人數的第三名 那 新冠疫情呢 其實它有疫苗 它有藥物 但是因為不管是疫苗或者藥物呢 在整個的政治的介入的情況下下面 都受到了非常大的干擾 所以這兩萬人的超額超額死亡 其實是非常沒有必要的 那這兩萬人基本上就兩萬個家庭啊 你可以講兩萬人其實是很大的數字啊 兩萬個家庭 那這兩萬個家庭的超額死亡 好吧 那現在疫情又出現了 那大家呢 就是說呢 各自平安 那各自呢 保命 我只把這數字呢 覺得應該讓大家知道一下 好 好 來 待會兒再來聊其他的事了 嗯 嗯 嗯 anyway 幹嘛呢 重大新聞 南家隆今年 今天呢 沒有放楊教授鴿子 對 陳美英說 東北太太冷了 嗯 對 好來歡迎回到飛碟聯播網 飛碟早餐 我是唐家樓 那 台胞可以去大陸買房嗎 欸我不知道他們是怎麼買 因為我的一些朋友在大陸呢 是有資產的其實是還蠻多的 不過他們並不是草房啦 他們就都是 反正去在那邊工作久了之後呢 就就就買房的 那有 有有 有的人有有買兩兩三套房的 這我知道 坦白講就是 呃 如果跟我同一輩的 比我比我早一輩的 大概在股頭在台灣股市都發財了 跟我同一輩的 只要那個時候有去去大陸的 都發大財跟我同一輩的 當我在在在台灣為了為了台灣的命運 在打拼的這這這二三十年的時間 如果呢那個時候呢沒有留在台灣去大陸的 每一個 都發財都發大財 那裡面有一些是房地產 有一些是做做自己的事業 哈 好那 呃 但是他們他們是怎麼買的 我不知道 嗯 早早其實是有 早的早期還有還有那種所謂的外消房 就專門給給回大陸的這些的海海外的 海外的華人台包啦港包啦 那購買的那所謂的外消房後來後來就就沒有了 後來大概都一樣但是是用什麼樣的身份 有沒有什麼特別限制 俺不知 因為朋友的買買房但是我沒問過 不知道 好 那 哈哈 什麼叫做 叫做你你你我王者風範說你恨 恨不了這麼多 沒有沒有沒有不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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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會恨 對 呃 Jonathan 對 好不說了 來 嗯今天 我 我 呃 看一下 是 呃 聯合報吧 聯合報 聯合報 OK 聯合報 到這條新聞我上個禮拜呢 其實就已經在 在 呃 對對大陸做的視頻裡面呢 有小小談過了 就日本 日本的福島的核廢水 呃 這個月呢 要排放 這個新聞呢 稍微的稍微的談一下哈 就說 因為 第一個就是說 聯合國的聯合國的原原子能總總署 聯合國的原人總署 還沒有呢 發佈報告 但是呢 福島核電廠的這個放流的這個就做機器呢 已經開始試運轉開始在放流 那日本福島的第一核電廠的儲存巨量的受核 受這個輻射污染的核污水 準備稀釋之後呢 排放入海 日本的NHK呢 放送協會呢 12日昨天報導說 福島電廠所屬的東京電力公司呢 從12日起呢 開始試運轉的放流設備 所以上個禮拜因為我知道了之後呢 已經小談了一些 那可能呢 提前呢 在本月呢 開始呢 排排排入呢 海中 那鄰近日本的中國大陸跟南韓呢 已經開始對日本的核污水入海 將污染海洋的感到非常的憂心 並且呢相繼的提出抗議 那台灣方面的台灣台灣很安靜哈 你知道就是說 其實福島排出來核污水影響最大的是台灣 尤其是台灣的台灣的東北角的就是說 比如說蘇澳南方澳這些出海的漁船的作業 而且你從呢你從黑朝跟清朝的走向來看 你看也知道台灣的是受影響最大的 結果人家連菲律賓呢都一都呢都在呢警惕這件事情 唯獨跳過台灣 台灣的就是呢在在在在西太平好像是一個真空的存存在 而更莫名其妙的是第一個 菲律賓又沒有核電廠 第二個南韓大陸都都是有核電廠 而且而且我即使不算是永和國家最少他不是反核國 台灣是一個超級反核國 一個超級反核國你的鄰近的日本在排放核污水 而你是最大受害者台灣最沉默 這件事情我在想我每次想到這件事情想到這些事情 就覺得台灣的政治啊真的是被特定的政黨 跟一些的虛假的環保團體搞到超級莫名其妙 好吧當你廢何事讓台灣付出了這麼慘痛的代價 最近的不管真的假的不管是美國商會 不管是那台積電的劉的劉德英出來講講說政府說不缺電我們只好相相信 我說實在你作為台積電了作為台灣的台灣的首屈一指的大企業大的科技業的老闆 你有需要這麼委委屈嗎沒有必要吧 那郭台銘講講話那即使今天賴清德好吧你把你把童子嫌的擺到了你的擺到了你的 你的智智庫裡面你也開始因為擺童子嫌嘛基本上就是準備給自己一個下台階 可是他不是光是有關於核電廠到底呢要不要要不要保留作為緊急呢缺電的時候的選項 我說沒有這麼簡單當你要保留的時候直到要要延長設備呢要維持人力的培訓要維持 然後呢所有的這些呢這些呢就說和和燃料繼續的放在燃料棒裡面 和廢料的處理這些所有民民民民進黨出來呢開開槍亂掃的所有的問題 當你要做這個選項的時候你每個問題都要回答 再來就是就是那請問你當了福島開始排核污核污水的時候 你的態度是是什麼你對於核災區的食品的態度是什麼如果連英國 英國英國的BBC的都在問一個問題就是說日本的福島即將要排他的核污水了 請問你願意喝一罐的來自於福島核災區地地區的所謂的所謂的水蜜桃汁嗎 他當時隨隨便舉了就水蜜桃汁有出口請問你願意喝嗎問那個問題後面是問號呢其他的態度是很清楚的 我說臺灣是受影響最大的臺灣是超級反核國結果對這件事情到現在為止沉默 好那 我們的原人會的派遣專家的赴日考察將在本週回國 那我們的環保團體多半主張反對日本排放核污水 但我們我們我們分兩個兩個部分談的第一個就是說 第一個先從科學的角度啦 呃科學的角度就是日本當二零二零一年 二零一二零一年的三一一的這個就是說呢海嘯之後到現在為為止 二零一一年到三一到現在六六月份到六月份多少年的時間 十二年的時間 十二年又四個月 你知道十二年又四個月的意義嗎 因為日本呢會告訴你就說 有關於現在在存放在福島地區的 總體的被放射性元素污染的所謂的核廢水 就是不斷的呢在飲海水呢在冷冷卻的那個反應爐所產生的核 和廢水一桶一桶裝裝的總共有多少 總共有一百大概有一百三十萬噸 一百三三十萬噸啊就就是 以以水來講的大概就就是一百三十萬立方公尺 那一立方公尺你自己算啊你寶寶特瓶呢一瓶呢是一公升啊 就一公一公升寶寶寶寶寶特瓶呢就一公升就是 一公噸的核廢水就是一公噸你把它你把它你把它算算算一下就等於是呃應該是一百萬瓶吧應該是應該是一百萬瓶的寶特瓶 好那一百三十萬噸 那為什麼是二零二三年的六六月呢因為他告訴你就說呢經過我們反反覆覆覆的處理之後已經把大部分大部分呢可以處理的那有放射性的那會對人體的有害的這些的物質用他們的科技在反反覆覆的處理的過程當當中都已經都已經 處理了處理到符合放流水的標準但是有一個有一個呢有元素呢沒有辦法處理掉有一個放射性元素沒有辦法處理掉叫做穿 穿啊就就是空空氣的氣的那個氣氣這邊裡面是個核核核核的穿正念穿 穿基本上面的是氫原子的變種那那穿也有放放射性啊其實其實穿也是穿或者刀他也是他也是做做做這個呃做清淡的原原料但是這個穿的在大自然當中的其實半半摔期呢早早其實早就沒有了現在所有的穿他都是他都是人為產生的那現在呢浮島的核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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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 核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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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挑金的六月份就是我一一分鐘都不願意等了 時間一到我就準備了放到海海裡面去了 我沒辦法處理這個川了 那他的半摔期呢也已經到了 所以 這個時候呢就放流 好吧日本是這樣解釋從科科學上面大概也是這樣然後他告訴你說的我們現在開始試運轉而且呢 我會呢我會把他 再透過海水再稀釋 然後呢我把這些呢130萬噸左右的這些呢 核污染的帶有川的這些的廢水排入海裡面經過稀釋了之後 在月底之前都排完 稀釋的時候就沒事當他在排著核污水的時候呢接下來我們談的是正政治的部分 第一個就是說 我們假定那個科科學的是可靠的他兩個問題就就是 那是不是呢福島和核災區的食品 你台灣對川沒有意見 對於這個排放核排放的這樣一個廢污水到現在為止沒有表示意見 這其中之一 第二個就像呢 柯文哲呢去日本說日本人敢敢吃我們就敢吃 對 從日本的角度日本敢吃是因為他不得已啊除除非他那個地方的整個的那個呢福島的核污染區 那所有的產業振興方案都不做了那個地方人都不用活活了所以呢他一定告訴你 就算是的有一點點的懷疑 他要降低標準的告訴大家說呢那個是OK的 因為 那是他管的嘛 他當然是要告訴你說這是可以吃的 可是日本民眾是不是日本日本政府說可以吃就買單並不是啊 來自於這些的核災區的食品只要他是的清楚的標示的來自於核污染區域的 這些的這些的水農於水產品進到了日本的這些大都會各個地方的超市的時候 他就是廉價品 能不能賣賣得完我不敢講我又沒有生活在日本 可到現在為為止 他仍然是刺激品是廉價 刺激品不是他的賣相好不好而是因為他來自那個區域 第三個是 日本的當他說的我這樣子處理完了之後已經達到了標準的就可以拿排 排放了 這是日本講的 我剛剛講第1個 聯合國 的 原子能的總署沒有這樣說 第2個 也沒有周圍的國家的監督 大陸 韓國 率先抗議是說第1個對我有影響 第2個我為什麼相信你日本官方的片片的講講話 因此 當沒有監督的情況下面我們真的要這麼的像柯文哲一樣或者像是賴清德一樣 我們不要移美不要移日 賴清德說我們絕對不可以有移美論 柯文哲等於告訴你說我們絕對不可以有移日論日本可以吃的我們就要吃 日本人說可以的就就可以 釣魚島的沒有關係漁民要真的並不是主權漁民要真的是捕魚權 我們我們我們真的那那主主主權的核心在哪裡呢 主權相當程度上面就是建立在沒有沒有經過我實地了解的東西 你不要把你自己一個主權國家的所有的解釋跟說明硬塞到我的嘴裡面要吞下去 因為你排放出來東西 對日本周圍當然會有些影響 可是首當其中的是台台灣 那些的放流水估估計 估計了從洋洋流的角度 大概3到4年左右會在台灣的附近的海域 會產生最大的影響 那除了半衰旗挑這個時候以外 對日本的 你能看不懂岸田文雄在急些什麼 不只是半衰旗到了 趕快排吧 排完了之後呢 就讓他罵一罵罵完就沒有事了 其實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是因為你你你可能注意到了岸田文雄急著 急著可能急著想要解散國會 按照 按照日程表的話呢 這一屆的日本的日本的國會的眾議院的是到明年 應該到20202 應該到2025年才才改選 但是 他想要趁著 趁著呢最近的剛搞完G7 然後呢準備要好好的 G7呢才剛弄弄弄完嘛 弄完了之後呢就準備 準備的打折水棍上 那解散國會 解散國會之之後呢然後呢改選 這個時候呢對他最有利 因此你可以推斷岸田文雄呢在在想些什麼 4月份日本的地方選舉 選啊因為 對於呢排放的這些呢 核廢水 其實最在乎的 是地方的 環保團體 地方的這這些的民眾 地方民眾反對呀 那4月份反正選完了短時間之內呢沒有的地方的選舉的壓力 輸就輸吧 反正的基本上面呢我自民黨中央的政政權 日本的選舉的體制的對保證了自民黨的他就會是一個一個萬年體體制 他可能比天皇天皇換了幾代了之後都還是自民黨 這個大概的會很很難改變 日本的是一個假假民主的社會啊 基本上面他也是一黨專政 我覺得大家都不用裝 當你在批評大陸的一黨專政的時候 日本也是一樣啊 那個那個制度那個選舉制度保障了他的存在啊 雖然有投票可是選出來的結果都一樣 好那 岸田文雄 無非就只想要趕快處理完之後海闊天空反正呢 那又不是我我造成的 當初 輔導的問題也好 或者之後呢 核廢水的處理問題啊 又不是我岸田造成的 我把它處理完就好了 我就沒就沒事了 我就海闊天空 準備呢 當我的 當我的自民黨 的接這接下去呢 就是三大網 這個是大家各自的盤盤算了 唯一的不敢坑氣的 不敢發出一日聲音的 就是台灣了 有多變態 那老百姓 去吧 就愛點你 U F 啊